漂亮的毛笔字 上 爷爷棒 爷爷好棒 爷爷是最棒的书法家 哪里是书法家 我只是得了个小奖而已 第一名啊 奖杯好漂亮 好闪呀 爷爷 您写的什么呀 难得糊涂 爷爷 您糊涂了 面花糖 爷爷要是糊涂了 怎么能成为书法家 是我糊涂了 恭喜爷爷 大家听说了这事 都想求您为他们提字 董二哥想求您写个薄皮大馅的包子 作为店铺的招牌 玫瑰姐姐想写花园世界 菜婶想写鲜瓜嫩果 没问题 叔叔 姐姐 婶婶 为什么都要爷爷的字 因为爷爷的字漂亮 那我也要学书法 写漂亮的字送给大家 笔 纸 爷爷 这个盘子和巧克力棒是什么呀 那是雁台和墨钉 写之前用墨钉将墨摸一摸 爷爷 我来试试 薄笔字好有趣啊 嗯 很好 咱们开始写了 爷爷 我认识 这是永字 对 永就是永 点 横 竖 撇那 这些基本笔画构成的 想要写好字 就要从最基本的笔画开始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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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好像蚯蚓 毛毛虫 嗯 嗯 这个好像是鱼钩啊 那是鱼吗 棉花糖 基础要打好 不然最后写出来的字会很难看 字如其人 你字写得洞倒西歪 别人对你的印象也不好了 我不要 嗯 好累啊 电子真的是太枯燥了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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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鸭 来我家吃点心吧 谢谢粉红兔 嗯 米花 你也来我家吧 我给你吃最好吃的饼干 嗯 嗯 棉花糖 嗯 爷爷 棉花糖 爷爷带你去玩个别的游戏吧 嗯 爷爷咱们玩什么呀 练功夫 太棒了 功夫好玩 爷爷 您要像孙悟空那样耍棍子吗 比那还厉害呢 嘿 哇 好大的毛笔呀 哎 爷爷 不是说练功夫吗 怎么又是毛笔啊 毛笔字也是功夫啊 嗯 哇 这是楷书 形体方正 笔画平直 就像端庄正直的人 嘿嘿 就像小苹果那样端庄 方方正正真好看 嘿 再来个洒脱的 嘿 这个字像要飞起来一样 爷爷 我看不出写的是什么 哈哈哈哈 这是草术 狂放自由 哈哈哈哈 像皮皮 毛笔字太有趣了 我想写像小苹果一样的字 嗯 还想写像皮皮一样的字 无论是楷书 无论是楷书还是草书 都要从最基本的横竖撇纳写起哦 哦 脸字不是因此而救的事 要有耐心和毅力 嗯 我会写好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漂亮的毛笔字 像 哎 哎 原来是棉花塘呀 还以为是从古代穿越来的小书法家呢 看这家是真不错 慢慢练 加油 棉花塘一定会继承爷爷的好本领 嗯 棉花塘真棒 这么快就已经写得很好了 爷爷 我什么时候能写得像您一样好啊 我练习书法 历书两年 楷书三年 草书有十年呐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两年十年 天呀 那要多少天呀 嗯 棉花塘 休息一会儿 咱们再继续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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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花 毛笔字太难了 我可能这辈子都写不好了 嗯 嗯 嗯 不想吃 哎 要是毛笔字也能像爆米花一样 碰的一下 就写好了 太多好 啊 哈哈 我知道怎么碰的写好了 爷爷 我成为书法家了 嗯 看 我的字漂亮吧 我以后不用再练习了 嗯 棉花塘 你能再写一遍吗 当然可以 你自己写 嗯 哈哈哈哈 爷爷 我只是想快点写得像您一样好 有秘诀吗 啊 想起来了 大树法家王羲之有个秘诀 真的吗 爷爷 秘诀 嘘 这个秘诀 可不能让别人知道 嘘 我现在要表演秘诀了 你看好了 嗯 嗯 嗯 爷爷 您到底什么时候告诉我秘诀呀 我已经演试完了 啊 秘诀是什么呀 就是不停地写呀 就这样吗 王羲之七岁的时候练习书法 每天练完字就到池边洗笔 洗了一年又一年 池子里的水慢慢变黑 它的字也慢慢变河了 棉花塘 书法大师也是从最基础的笔画开始练习的 只要有把一桶水变成墨水的毅力 一定可以写出漂亮的毛笔字 这就是成功的秘诀呀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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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玩吧 棉花糖 休息一会儿 好 大毛笔 棉花糖 你这是在拖地啊 还是在写毛笔字啊 这是写毛笔字拖地法 这孩子写字都着迷了 棉花糖写得真好 小书法家呀 棉花糖 你写得太好了 我也想成为小书法家 教教我吧 小苹果 当书法家可没有秘诀 必须要写黑好几盆水才行啊 什么意思啊 棉花糖的意思就是 要勤学苦练 我不怕吃苦 太好了 我成为书法老师了 是啊